曹操的人生信条是什么? 董卓把持朝政,窜逆之心,人尽皆知。 曹操心中激愤,又刺杀董卓为成, 只好逃出洛阳,准备逃回家乡。 途中落到忠谋县令陈公手里, 陈公被其救国除贼的大义所感动, 乞官随他共谋大事。 走到成高的时候,天色渐满。 曹操对陈公说, 此处有一人姓吕, 明博舍是我父亲的结义弟兄。 我们今晚在他家中休息,怎么样? 陈公答应了。 二人于是入见博舍。 博舍说, 我听说朝廷变姓文书到处抓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曹操告诉博舍, 要不是陈县令, 我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博舍拜谢陈公说, 小侄若不是使君, 曹氏就会灭门了。 使君请放宽心在此安坐, 今晚便可下榻草舍。 说完, 就起身进入内堂。 过了好一会儿, 出来对陈公说, 老夫家务好久, 带我前往西村姑, 一尊来相待。 说完, 匆匆上驴而去。 曹操与陈公对坐, 忽然听到, 庄后有魔刀的声音。 曹操说, 吕博舍和我不是至亲, 辞去可疑, 应该去窃听一下。 于是, 悄悄潜入草堂后, 听到有人说, 绑住后把他杀了, 怎么样? 曹操对陈公说, 我们若不先下手, 必遭其祸。 于是和陈公一起闯进去, 不分青红皂白, 把他们都杀光了。 到了厨房, 却看见绑着一头猪, 准备要杀。 陈公说, 孟德, 我们误杀好人了。 二人急忙连夜出撞而去。 路上正好碰见 博舍其驴买酒回来, 看他们行色匆匆, 说, 闲职与使君何故要走。 曹操说, 被罪之人, 不敢久住。 博舍说, 我已吩咐家人 在一头猪款待二位, 你们还是跟我回去吧。 曹操不理, 策马变形。 行了没多远, 忽然拔剑又回转, 假装叫博舍说, 后面来的人是谁。 博舍回头看时, 曹操挥剑砍死了吕博舍。 陈公大惊说, 刚才是武杀, 现在却又杀了他, 这是为什么呀? 曹操说, 博舍回到家, 见杀死这么多人, 岂肯罢休。 若率人来追杀我们, 必遭其祸。 陈公道, 知道了还要杀死他, 这是大不一样。 曹操却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 体现自己本色的名言, 您教我赴天下人, 不教天下人赴我。 曹操先生落魄, 想象有人起得一份识宿, 不料发生了误会, 曹操将这家人物杀了, 手段已非常残忍。 到后来, 在知道是一场误会的情况下, 还把对有人赤胆忠心的博舍给杀了, 难怪陈公看了, 也觉得毛骨悚然。 曹操的行为让人费解, 但从性格上来说, 曹操是个极端的公毙主义者, 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其实, 曹操开始只是想得到一餐饱饭, 但杀人之后就已经变为确保个人人身安全, 因此, 他必须在杀旅搏舍, 可见他的奸雄的本质。 对常人而言, 主观为自己, 客观为他人。 人生在世, 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压力和挑战, 但曹操却更进一步, 主观客观都要为自己。 您教我赴天下人, 不教天下人赴我, 这已知是曹操的人生信条, 行事原则。 对曹操来说, 只要目的是神圣的, 不管手段是高尚还是卑鄙都无所谓, 为了达到目的, 使用任何手段都在所不惜。 也因此, 他是绝不允许任何人对自己造成危害的。 无论是从保全生育, 还是从保全性命的角度来看, 他都有杀害博舍一家的理由。 这是不是完美产生了 什么叫无独不丈夫呢? 我们一般人的思维方式多从人性出发, 一般不是良善, 宁可自己吃亏也不亏待别人。 而曹操思考问题则是从需要出发, 不被世俗所羁绊, 这正是坚雄与普通人的不同所在。 在曹操的一生中, 恶名与美誉总是难以分开, 尝试浑然一体的。 奸臣的恶名和英雄的美誉 都集中表现在曹操的一生中, 但曹操却没有被世界的虚荣所羁绊, 而是抛开了虚名去做实事, 纵然背负着汉贼和英雄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 这是不是就是伟大人武作实事要背负的历史重负呢? 请在评论区给出你的意见。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